这就是烟道嘛 明明看起来十分敬从 但却有一种来自内心的寝和感 这就是人道 万物平等 所有生物都可归于人道 这也是邪神惧怕它的原因 若是人道早就成形 就凭邪神也不敢孤身踏入洪荒 诸侯聪你混得可以啊 连这些东西都知道 这得多亏了我师尊的传承 一老鼠行动呢 我也该出手了 这小子来的真是时候 是时候激活正好 演一场好戏的 又是你 上次袭击我不成 现在又想吞噬人道 今日我必杀你 这小子演的还挺像 上次是我实力不动 如今我得到了 邪神大人的恩子 可是脱胎换过 是吗 那就来试试 黄天去 克龙杀 有点本质 不过其实大人交给我的好证 可没有那么强 变成 来得好 黄天变 活着从火焰和失心养之后 给我灭 怎么会那么强 看来你挑选的这个手下要说 不愧是得到了同优传承的奖 预娘处黄天之后 恐怕一般的金仙都不是她的对手 现在看来通风走的那条路是对的 就算是对的幼子 他已经没有机会再走下去了 你活不了多久了 至少在我活着的这段时间 你做不了任何事 好好珍惜你最后的时光 看看你拼死守护的红荒 他迟早会在我手中破碎 潘谷族不过是无知血凉霸 看来诸侯聪拦住了 那他真凝聚出来的荒谷直收 光是看着就唯利不凡 诸侯聪精能拦住 难不成他真有刀体 哈哈 也不看看是谁的子孙 咱老猪的后代 岂会简单 现在该是我们出场的时候了 玉帝 就我们两个打不过吧 谁说我们要和他们硬碰硬了 你的意思是 这东西叫做破道石 和运道石相生相克 只要激活他 人道将再度被打回原形 这宝物之前怎么都没见你提过 陈爸先给他 说起来也不知道他是经历了什么 竟被那电影操控了 哈哈 说明我们才是对的 拉拢石井堂那是办得怎么样了 玉帝放心 这段时间我常与他会面 要不了多久 就能把他拉拢过来 那就好 走吧 去给他们一份大礼 哈哈 迎弄小儿 好久不见 哼 狗娘养的玩意 怎么 你们也想插一脚 你们还敢来这里 赶紧给我毁 刘月 别走一副欠奏的嘴脸 今日我便彻底毁了这人呢 说完 刘月随手启动破道士 刘月正在成型的人道 似乎是感受到的威胁 不安的扭动起来 卧槽 我怎么感觉人道在颤抖 这是破道士 专门克制钢线型的大道 猪后聪你可有办法 我来挡住破道士的力量 但我也挡不了多久 你们必须要在这过程中打败刘月 嘿嘿 就那么简单 那交给我了 你恐怕不行 他们激活破道士 会得到法力增加 实力大涨 卧槽 刘月的实力都不行 唯有王雷神有办法 没搞错吧 我前段时间才尽散到天险 你丹田里的那东西力量无穷 这玩意毕竟还没使用过 那我便试试吧 怎么 就凭你也想拦我 够不够 总得试试才知道 混沌文 嗨 你们两个哭了 这还是我得到的后第一次使用 有点意思 四项膜同手 确实有点本事 不过我有破道士的增幅 想要击败我 还不够 又飘荡了 既然如此 混沌门却卡 你身上的息息在不断配抢 干了什么 这股力量还真是强大 班扑仔 你忙着带你过几走 恒哥 我没有家了 你昏迷的这段时间 我打听过 部落已经投降 玄鸟部落了 你大伯和大娘应该没生命危险 真的吗 大伯大娘没事太好了 好好修炼吧 以后有机会相见的 对了恒哥 我们现在要去哪 我带你去皇帝城 那里有我的朋友 恒哥 你竟然认识皇帝城的人 一些顾交罢了 等到了你就知道了 小旋风 我们现在有多少手下了 大王 如今我们有油饼三万 其中成了咸的 只有数百个 那么多 看来是时候更进一步了 浪哥 外面有一个人族 说是认识你 人族 认识我 小旋风 去把人带过来